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2019年新年来临之际,首先祝福各位新年进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2019年新年来临之际,全球的关心中国进步的公益人士共同发起了一个运动,就叫清除习近平,自由全中国。 这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正义的呐喊,这是2019年新年我们中国人的最强音。 因为习近平他代表了中共专制最黑暗最腐朽的利益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自从他上台以来,中国的专制更加的剧烈,对人民的欺压,对人权的践踏更加的猛烈。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各项政治权利,中国人已经丧失殆尽,整个政治形势已经回归到文化大革命的状态。 习近平政权在全世界的声讨之下,在中美贸易战的外部的压力下,在内部人民的不断的抗争下,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已经显入了风雨飘摇的世界。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海中外正义人士共同发布着这段视频,这段视频的题目就叫《清除习近平,自由全中国》。 《清除习近平,自由全中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一年已经开始 2019年是中共专制建政70周年 人类历史上共产专制最长的寿命也就是70年 所以中共专制已经到了它70年的大限 我们满有信心在今年2019年埋葬这个专制 这个人口最多时间最长的共产专制政权 它反人类 反文明已经到了极限 该把它送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2019年也是六四三十周年 从六四西丹墙以及五六十年代 各种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运动 在中共暴政下仍然不屈不傲的抗争 已经瓜熟底落 在2019年将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我们祝愿中国的人权斗争 民主运动在2019年会获得阶段性的胜利 让中国能够焕发心机 在新德级眼里 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时事 关注中国的进步 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早日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来瓦解中共专制 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不仅要作而论道 而且要齐而行道 用我们实际的行为来推翻专制 结束共产独裁 来实现民主自由 好 我们最后就以清除习近平 自由全中国 作为我们2019年的 新年的我们内心的互胜 作为我们全体中国人 共同的互求 谢谢大家 再见